好 那么接下来看一下SVN导致的文件泄露 SVN前面我跟大家提过 它跟Gate一样是做那个代码管理工具的 是一个开放的原代码的版本控制系统 是个控制工具 就是早先是SVN后来出了Gate Gate现在已经超过SVN了 好吧 那SVN呢 它的泄露原理呢 泄露信息的原理和Gate一样 如果说比如说人家就是使用SVN的那些程序员 往这个仓库里面同步了一些代码 不小心把自己的SVN工具 会在自己本地创建一个叫SVN的一个文件夹 好吧 Gate呢是创建一个.Gate的文件夹 对不对 它创建一个.SVN的 然后如果说运维人员不小心部署的时候 没有把.SVN这个去掉 那么别人就可以通过网址来访问这个SVN目录了 好吧 比如说你看这个某个网站 这个下边有个.SVN文件夹 你一打开你就看到这样一些文件 这样一些文件里面 其中这个wc.db这个文件是非常关键的 这里面记录了这个站点 这个网站站点的各种信息 各种敏感信息也都在这里面 好吧 那这个呢 我就就是 你看一下这个目录 只要能访问到一个叫.SVN的一个目录 看到这样一个文件把它下载下来就行了 好吧 这是个数据库文件 是circulate数据库 SQL 我们通过一个 sirculate的一个工具就能把 sirculate的数据库打开 就能看里面的内容 好吧 所以找到这个文件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呢 我呢 以前在那个工作的工作当中 找到过一个文件 这是一个真实的线上项目的文件 大家拿它呢 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乱动里边的东西 千万不要拿里边的网址乱来 好吧 你简单看一看就可以了 看一下怎么造成的信息漏 这个文件就下载下来了 好吧 会访问网址吧 跟那个gate是不是一样呀 访问这个网址 然后后边找什么 叫.SVN 然后一斜杠 你就能看到这样一个 跟gate似的列举出来的这样一个目录 其中找一个wc.db把它下载下来 好吗 我这就给大家准备好了一个文件 就这个文件 OK吗 然后打开呢 就用这个打开 SVN的数据库专门的一个打开工具 一个客户端工具 它像谁呢 像咱们这个 MySQL讲MySQL数据库的时候 连接MySQL数据库 是不是有个图形化界面工具 那个navcat 它和navcat一样 只不过它是专门用来打开 SVN的数据库的数据的 好吧 咱们把它和它都拿到什么呢 拿到咱们的温室主机上来 在这 放一下 然后把它解压一下 解压到这个 SircleLite Studio 这样一个目录当中来 这不 就是它 然后下边有一个点 ese结尾的程序 就这个 双击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这是 哎呀 这是之前弄的 把它删掉 删除一项项目 删掉它 你们刚打开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 里面什么都没有空的 好吧 然后把这个wcdb往这一拉 看了吗 往这一拉 然后点击确定 就打开它了 然后双击打开 看了吗 这就是它那个数据库里面的所有表 好吧 然后其中有一个叫做Note的这样一张表 Note的这样一张表 这个呢是看到的它那个表的表结构 数据表的表结构 然后紧接着点这个数据 一看数据 看了 看这里面的敏感数据非常多 看见没有 各种这个文件路径全有了 看见没有 自己码看到所有的文件路径了 看见没有 是吧 这不就信息泄露吗 它有哪些路径你全知道了 好吧 在这边找它的一些后台路径 一找就找着了 对吧 你找一找 这就不难找 好吧兄弟们 反正它的各种 信息存放路径 全在这里面了 还有一些其他的信息 这个我不带你们看了 你们这个文件自己拿去看吧 好吧 这就是SVN的 这个导致的什么 敏感信息泄露 就这么玩了 能力为什么 行 这这些东西都删了它 好 删了这个 行 我清空一下 然后这个工具呢 我都在这个工具目录当中 给大家存着了 自己拿去玩就可以了 好吧 这是我在真实项目当中 以前打互网的时候 拿到的一个 行 行 我把这个关掉 那我SVN的信息泄露 就说这么多 就说这么多 然后这个SVN的相关介绍 你自己想看 你可以自己在这看一看 它跟Gate差不多 所以说我就不多 多做介绍了 行 那我停下视频 啊